可能在下个礼拜我们现在陆续在准备 在疫情没有出发性的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有可能松绑部分的防疫管制的措施 指挥官陈时中透露近期就会和各地政府召开会议 讨论松绑事宜 不过是否是确定降级 陈时中不说死表示可能性很大 而本土新增确诊18例 县市当中台北最多有7例 同时新增了4例死亡 指挥中心表示确诊病例的年龄有逐步往下的趋势 这两周发生的疫情群聚的事件 以家庭群聚为主 那病例的年龄有下降的趋势 那请各地方政府应将现阶段的防治重点 纳入青年族群 疫苗一约平台第三轮登记 也在周二早上陆续寄出了152万封接种简讯 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已经完成疫苗预约 不过台风逐步靠近台湾 恐影响疫苗施打 指挥中心给出指引 如果宣布停班停课 接种站就休息不施打 会影响到预约民众的权益的部分 那针对预约的民众将并入下一期的预约平台 我们会平移到下一期次 民众需要收到下一期的预约简讯后 那再进入预约平台 对于台风可能影响预约接种人的权益 陈时中感到抱歉 同时也表示预约平台会保留名额 给受影响的民众 新台湾电视黄浪简直新闻 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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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